为了应应台湾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 由社团法人高发会和中家集团 合作举办橘色商机产业高峰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和橘色产业企业进行交流 针对熟龄族群的社会发展力 首度发表调查报告 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 根据统计预估 2020年也就是在三年后 50岁以上的熟龄和65岁以上的银法族 将占总人口比例40% 成为政策拟定和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族群 希望透过举办论坛活动 让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注高龄化问题 论坛最主要就是先呈现我们这些银法族 它主观的有哪些需求 它对政府对企业界有什么样的评价 它的需求有什么样的 跟现在所能提供的之间的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就是我们某一方面来讲 是有点遗憾 某一方面来讲就是商机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多这边的伙伴 他们现在在提供很多的商机 因为刚刚我已经提到了 我们只有16%的长者是需要长期招呼的 这当然很重要 但是84%的人是相当的活跃的 很清楚的 比方说我的学生 博士班学生也83岁 对不对 我们当中某56岁才创业 从刚刚的报告里面也发现 现在我们很多的 特别是70岁以前的人 虽然也许50岁55岁就退休了 他们有很强的要就业的意愿等等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研究发表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研究 才知道说需求跟提供之间的差距 然后呢 这个差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也是个商机 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橘色商机的现况与发展趋势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相关企业 以及工部门进行专题分享 透过意见交流激发出更多火花 如果今天下午会有 这个国民党所的苏联合来 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谈 那也有很多从企业的角度来谈 那么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 现在网路平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中家这个网路这个公司 能够来谈说那在网路时代 在电视方面在网路上面 他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服务 来满足这些高龄者的需要 另外共同举办橘色商机产业高峰论坛的中家集团 从服务客群的数据资料中 深刻了解首林族群的需求 因此借着有线电视数位化时代来临 运用集团专业的各项资源 陆续提供更多生活智慧服务 我们希望是透过一些免费专区的设定 能够让长者的食音住行的娱乐 其实不用透过英特内的茫茫大海 可以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营法专区 其实看到更多就是健康啊 或者是一些长者需要的一些功能 都在这个电视的界面平台 那当然更进一步是因为中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数位宽屏的平台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数位宽屏的这一些系统呢 去开发更多以往其实类比电视做不到的一些单项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用户中间 其实产生更多互动型的服务 当然互动其实以长者来讲 其实最先可以看到的利益 其实就是有关居家安全的这一块 透过一些IP CAM 烟雾的侦测 跟一些所有电器安全的掌控 能够让那个长者在家里居住的安全 就是透过一个APP 透过一个设定 其实就由中家来守护它 那当然另外就是说对于 以后大家其实怎样在谈的 不管是健康照护 或者是一些长照2.0的居家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这一些其实有透过中家的这些数位跟宽屏的平台 都能够让大家 其实就是只用中家 你就是永远保护你的家 就是这样的概念 中家集团表示 随着数位化时代来临 看电视已经从被动变成互动的方式 随时都能依照自己的需求 选择想看的各种影音和生活 居家智慧服务 全面照护 影法族生活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